早上起来要做什么啊? 摔牙 洗脸 整面背 还有要听 圣经好好听 大家好,欢迎收听圣经好好听 今天我们要读的是生命纪第五章 摩西将以色列众人招了来 对他们说 以色列人啊 我今日小遇你们的律例典章 你们要听 可以学习 谨守遵行 耶和华我们的神在和列山与我们立约 这约不是与我们列祖立的 乃是与我们今日在这里存活之人立的 耶和华在山上从火中面对面与你们说话 那时我站在耶和华和你们中间要将耶和华的话传给你们 因为你们惧怕那火没有上山说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曾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 除了我以外 除了我以外你不可有别的神 不可为自己雕刻猴像 也不可做什么形象仿佛上天 下地和地底下水中的百物 不可跪拜那些象 也不可侍奉他 因为我耶和华 你的神是祭邪的 神恨我的 我必追讨他的罪 赐负极子直到三四代 害我守我诫命的 我必向他们发慈爱直到千代 不可望称耶和华你神的名 因为望称耶和华名的 耶和华必不以他为无罪 当照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的守安息日为圣日 六日要劳碌做你一切的功 但第七日是向耶和华 你神当守的安息日 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 仆壁 牛 驴 牲畜 并在你城里寄居的客旅 无论何功都不可做 使你的仆壁可以和你一样安息 你也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 你神用大能的守汉 生出来的绑壁将你从那里领出来 因此耶和华 你的神吩咐你守安息日 当照耶和华 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 使你得福 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 你神所赐的地上得以长久 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 不可做假见证陷害人 不可贪恋人的妻子 也不可贪图人的房屋 天地 这些话是耶和华在山上 从火中 云中 幽暗中 大生小玉你们全会种的 此外并没有天别的话 他就把这话写在两块石板上交给我了 那时火焰烧山 你们听见从黑暗中出来的声音 你们支派中所有的首领和长老都来就近我 说 看啊 耶和华 我们神将他的荣光和他的大能显给我们看 我们又听见他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今日我们得见 神与人说话 人还存活 现在这大火将要烧灭我们 我们何必冒死呢 若再听见耶和华 我们神的声音就必死亡 班淑写气的 曾有何人听见永生 神的声音从火中出来 向我们听见还能存活呢 求你进前去听耶和华 我们神所要说的一切话 将他对你说的话都传给我们 我们就听成遵行 你们对我说的话 耶和华都听见了 耶和华对我说 这百姓的话我听见了 他们所说的都是 为愿他们存这样的心敬畏我 常遵守我的一切诫命 使他们和他们的子孙永远得福 你去对他们说 你们回帐篷去吧 至于你可以站在我这里 我要将一切诫命 律例 典章传给你 你要教训他们 使他们在我赐他们为业的地上遵行 所以 你们要照耶和华 你们神所吩咐的谨守遵行 不可偏离左右 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 你们都要去行 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 并使你们的日子 在所要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 今天读经的时间就到这边结束了 下次再和我们一起收听圣经好好听哦 拜拜